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香港泛民主派发起的真普选游行2月1号展开 警方估计约有6000多人参与 战争运动三位发起人也在游行队伍当中 尽管人数不及去年的战中运动 仍然坚持诉求香港真普选 不少民众自备雨伞和黄色丝带 延续黄色雨伞的精神 要求北京当局撤回香港特首的提名方案 港府除了呼吁和平理性 同时也派遣大批警力高度戒备 游行民众手持黄伞 享用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 争取2017年行政长官举行真普选游行 从港岛维多利亚公园 沿途经过铜锣湾 京中 到达中环 遮打花园 香港民政召集人陈千银表示 这次游行是战中雨伞运动的延续 强调北京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别再拖延 落实真普选正式耿人诉求 这也是战中落幕后 首次的大型游行活动 引发客界关注是否会衍生后续行动 由于去年战中运动期间 被民居住者占据马路长达79天 成为香港历年来最严重 规模最庞大的民主运动 警方曾施放催泪弹 催泪瓦斯和胡椒喷雾 驱散群众爆发多次冲突 而多名战中核心人物 包括发起人 戴药皮 陈建民 专上学生联会秘书长周永康 和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峰 都有参加这次游行 香港当局派出大批紧力戒备 就怕战中事件重演 中央社记者张谦香港报导 评估未来两岸关系 华府智库战略 及国际研究中心CSIS资深顾问 张克斯认为中国大陆 应会试图在马总统任内 针对主权等核心议题 达成部分具体作为 且不会拖到2016选钱财表态 但做法应不会像1990年代 台海飞弹危机时 针对特定候选人表达不满 进而影响亚太情势 CSIS资深顾问 格莱伊则分析 过去每逢台湾选举时 就可能牵动两岸发展神经 他个人建议 两岸或许可将九二共识 视为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间 党对党的谅解 面对未参与的民进党 陆方英才开放态度 找出能维持中国底线的新论述 So I think that China should be open to negotiating a new formulation with the DPP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China's bottom line and I think China's bottom line today is that there continues to be one China 但同样的格莱伊认为台湾 因体任到大陆 一个中国的底线不会改变 但定义是否有讨论的空间 唯有北京政府和民进党 各自展现弹性 才有开启对话的可能 进而稳定两岸关系 而这也关乎到美国的利益 中央社郑重申 华盛顿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台北国际电玩展人气强强棍 热门手机电玩游戏 特别请到艺人陈妍熙代言 陈妍熙一袭白色洋装 宛如水中女神 一出场立即引起粉丝热情欢迎 很开心啊 因为真的觉得很荣幸 因为神魔之塔 是我很喜欢玩的游戏 然后他也有非常非常的多的玩家 就是身边周围的朋友 很多都是他的粉丝 所以就觉得真的很荣幸 又可以当他的代理 陈妍熙还为电玩游戏拍摄一系列广告 扮演各种元素的女神 不仅造型多变 也让他大呼过足吸引 谈到拍戏 陈妍熙眼睛就亮了 他表示去年街拍校园喜剧电影 年少轻狂 再度饰演学生妹 将以全新面貌和大家见面 其实我并不排斥 接学生妹的角色 那时候主要接下来 其实就是觉得剧本写得还蛮好的 然后跟那一批年轻的演员合作 然后导演 导演其实整个团队都非常的年轻 然后开会聊天的时候就觉得 很有朝气 很有创造力的感觉 会担心被定型吗 因为我觉得其实 没有刻意在接学生妹这样的角色 可是也没有刻意去回避 因为我觉得就算是 演学生妹 就是每一个人都当过学生 可是每个人的故事也都会不一样 我觉得跟不同的人合作 不管是导演还是演员 就会有不同的火花 所以其实没有特别担心 电玩游戏厂商为了吸引玩家 举办Showgirl角色扮演投票活动 Showgirl们大放电眼 摆出性感又可爱姿态 把握最后机会向玩家拉票 Hello 大家好 我们是神魔女将 那我是红玲 我是倩倩 我是小雪 你们还没把票交出来吗 赶快投给我 谢谢一直以来支持神魔女将 支持倩倩的粉丝朋友们 这么认真的在拉票 剩最后一天了 再加油加把劲冲吧 今年电玩战 由于厂商积极寄出 丰富的活动和奖品 参观人潮上看50万人次 除了神魔之塔之外 PlayStation也举办游戏制作人 小岛秀夫见面会 且AKB48成员版也有美 也为万代男梦宫游戏站台 炒热电玩展的人气与满气 装设计者罗秀文 张欣伟 台北报道 中华职榜啦啦队 一向是球场上的焦点 不仅赏心悦目 也带动球场气氛 同一师举办Uni Girls 甄选会 吸引众多女生报名 现场参赛者 无不使出浑身解数 随着音乐进步 展现青春活力的一面 连前一大吸睛女孩成员 Apple和侯辈也加入甄选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侯妹 我是Apple 很开心这次来参加Uni Girls的甄选会 那我们会再次来选是因为我们真的很喜欢球场的氛围 然后也喜欢跳舞跟球迷一起为球员加油 希望可以通过这次决选之后 然后再冲回球场 就是一起跳舞这样子 我是15号的兔宝 为什么我会来参加同一师啦啦队争选呢 因为我很喜欢带给大家欢乐 那如果说呢我进了啦啦队之后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的笑容 跟着我们一起欢乐一起欢笑 这一次甄选会参赛者除了自备自选曲 卖力发挥外 球团也出指定曲考题 考验舞者吸收新舞步的集席能力 指定曲的部分可能就比较能看出这个人 他的律动感是不是真的好 然后加上他的记忆力 就是他记舞的动作会不会快速这样子 同一师人气球星高志刚 唐兆婷担任征选会评审 唐兆婷表示 评分标准以仪态 笑容和亲和力为主 高志刚也肯定每位参赛者的表现 坐在评审席上近距离看表演反而害羞 如果以球迷的角度 就是坐在观众席上面的角度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希望是 可以看到一个健康有活力的感觉 那刚刚评分的重点还是 希望就是看他们的表现 可不可以带给观众有那样的感觉 有活力 有健康 然後很活泼 球团预计将选出六明星团员加入 重新整编后 希望能带给球迷不一样的感受 庄社记者张欣伟报道 农历春节脚步近了 2015世报年货大展2月4号到8号即将登场 是全台最大室内年货展 我们这家的主人翁花妈特地前来站台 抢先试吃年菜 除了眷村菜 新鲜海产和创意甜点 今年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商品 今年900个摊位 规模比去年几乎大了一倍 14个国家的产品 我们从欧洲来讲一下 俄罗斯 德国 荷兰 比利时 奥地利 西班牙 这些都来参加 今年共有来自14个国家的一国商品 涵盖欧洲 美洲 澳洲和亚洲各国 让民众采买年货选择更多 日本的产品 韩国的产品 日韩 印度 尼泊尔 澳洲 印尼 这些产品也来参加 美国也有加拿大的 美洲地区也有加拿大的产品参加 主办单位还推出抽机票 送黄金元宝等抽奖活动 期盼买气滚滚来 主要社记者黄巧文台北报导 带您关心更多国际消息 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将于7号到8号率团访问金门 并且与陆委会主委王玉琪 举行第三次两岸事务首长会议 预料将聚焦金门的民生议题 包括水电供应 海漂垃圾和越界捕捞等问题 另外我方也将针对大陆片面画设 M503等四条新航路 向大陆表达严正立场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 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参加 您的支持 欢迎参加 您的支持 欢迎参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